你要讀取 Essail裡面的資料的話 比如說像 你除了可以把什麼 用我們第七章第七個單元會講到的那個 就是一些外部的套件去讀取 比如說我們第七章的那個 這邊有一個用XLRD RD就Read了 可以把資料開起來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假設 雲端上有放一個範例檔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 檔案都可以 這邊有個 範例檔 Essail的範例檔 你可以把它下載 裡面的話 解壓縮之後 裡面就會有一個是 邏輯函數 這個邏輯函數 假設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比如說我要給Python讀的話 目前你沒有 假設你不要裝任何套件 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Essail打開 然後利用什麼 第一個 利用另存新檔 記得 存成什麼 存成CSV就可以了 其實CSV 也可以給Python 去讀取 那CSV的特性就是說 它 基本上 也是一個文字檔 所以 只是說它中間用豆點去隔開 那比如說我把它 存在哪裡 存在我根目錄底下 比如說我的那個 Python的根目錄是那個Python 的那個Pace 這邊有Workspace 那我把它P1這裡面 那我存一個什麼呢 存一個邏輯函數 點CSV 但是呢 CSV有個特性 就是呢 它第一個是存文字檔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 這個 Essail裡面有好幾個工作表 它只會存第一個 第二個以後 很抱歉沒辦法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儲存 那儲存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蓋過去好了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呢 只容許一張 要不要 要有確定 他說那個 什麼一些什麼什麼保持 直接按確定 它當然兩邊 意思是說 檔案是獨立的 兩邊不會溝通 那你存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再到 我們根目裡面可以看到它 按右鍵之後的話 當你可以直接開啟 它會用Essail開 或者你可以按右鍵編輯 編輯的話 它會用什麼 用記事本來開 你會發現記事本也可以開喔 然後可以可能把這些 有的 有些不要的把它去掉 假設這樣 好那你 另外你可以 把它另存新檔看一下 它也是一樣 ANSSI 那你可以把它儲存好了 它儲存是CSV檔 把它儲存一下 儲存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 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檔 這個應該把它關一下 或者它可能 hold得住 可以把它儲存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能夠在Python 裡面呢 把這個CSV檔 整個都讀 到Python 裡面的話 那要怎麼做 其實也跟剛剛一樣啦 獨檔的方式喔 等於是 有點像進階版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直接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剛剛我在那個 那個 Essale裡面的檔案 就可以透過呢 這個方式 其實跟 剛剛 其他的Read 有什麼不一樣 來看一下 基本上 一樣是Open 一樣是 只是說 副檔名本來是 TST 把它改 CSV而已 其實我 可以可以知道啦 CSV實際上就是 一個純文字檔 只是副檔名不一樣 你把它改成 TSD 也是一樣 它也這樣照文看 你可以把它Read 那因為裡面不只一行 所以我要多行 比如說一直讀 幫我讀到最後一行的話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回圈 For For回圈有沒有 For 這個Line的名稱 這個Line的名稱 你可以自己取個名稱 我們之前用I 我用Line 就這一行的意思 印 這個物件裡面 意思是說我可以從這個物件裡面 把它一行 一行一行的讀出來 那讀完之後的話呢 我可以把它print出去 那print的話呢 就是 一行讀出來 print的一行 有沒有 print的一行 那後面的話呢 把這個換行拿掉 有沒有 到點end 指的是 最右邊的那一個字元 幫我清掉 其實如果不清掉會怎麼樣 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把它 早上有同學問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不清掉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變成多一個 反斜線N 換行會比較多 OK 如果你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個敘述的話 意思就是說呢 當我輸出的時候 先幫我把 最右邊的這個反斜線N 取代成 沒有 所以你 多這個東西執行的話 差別就是怎麼樣 最右邊會少一個換行符號 大概就這樣子 那他就是一行一行幫你全部跑完之後 就把他關掉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 未來當然 如果你要處理sale 有的時候其實 假如你的需求很簡單 那你就乾脆跟人家交換檔案的時候 用CSV 這樣有時候 也反而簡單又省事 因為你不需要import一堆東西 然後去學習什麼 如何去讀檔 當然如果你就是 一定要用那個 Excel的方式讀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先 預習一下 我前面這邊有講到07 有沒有 你可以先看一下 一樣的檔 要讀取的話 要先import這個 Exit 不過你會 假設啦 程式即便你把它貼上執行 你會發現 他找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呢如果 你想要先 安裝的話 也可以啦 Windows鍵下 有沒有 CMD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打一個PIP 然後install 然後裝什麼 XL XL就是Excel的縮寫 RD 就是Read的縮寫 那當然他有什麼WT WT就是Write 所以有一個讀 有一個寫 這兩個套件 Enter 這時候的話 他就會 到網路上去 連線 並且幫你把它全部下下 然後他有install 然後這邊有相關 Sexit的install 然後版本是多少 他還會告訴你 這個當然以後一定會遇到 因為 舉凡你要做很多事情 好像還都需要外掛 但未來像同學對於什麼影像辨識有興趣的話 影像辨識的一些相關套件很多 然後 還有像什麼機器 Machine Learning 有沒有 有沒有 還有像現在 機器學 在車聯網也非常好 因為 歐洲在八年之後 就是禁犯燃油汽車 所以未來這個自動駕駛 需求應該還蠻大的 我想 各位可以把這個把安裝起來 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怎麼去開 怎麼去關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試試看 這個是我們sauce 我會把它貼到這邊來 但你也可以用這個sauce 也是一樣可以做開檔的動作 裡面的話呢 當然你要解決的問題相對的比較多 CSV簡單多 可是呢 如果你在excel裡面 你可能需要知道什麼 這個工作表 對 多工作表可能還是只能用excel 所以你CSV 只能存一個工作表 那像剛剛 我們如果說有很多個工作表 那就不是用CSV OK 那還是需要用它 那這個我們第七單元會講到啦 所以也許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玩玩看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多工作表是兩個以上 當然啦 CSV只能存第一個 第一個 第二個以後呢 就不見了 對對對 所以 要不然就是你可能要寫一個CSV 可能一個 存一個 就是說一個工作表 存一個CSV 一個工作表存一個CSV 可是這樣子 很如說這幾個工作表互相連動的 函數 怎麼辦 那就沒辦法 那還是要用excel 對對對 你沒辦法用CSV 因為CSV等於轉出就是一個存文字 連格式通通消失 可能都不見了 對都不見了 OK 那當然如果你的需求很簡單 只有data的話 而且要效率高 CSV最有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 一些什麼有的沒的 速度也是最快的 OK 請各位試一下 大概就是幾行 比較重要就是這個 For這一行Line 一行一行把它讀出來 OK 試一下 畫面前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把那個 你當然如果 不一定要用雲端上面的那個範例 你只要是 一個excel檔 你把它另存成CSV就OK了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處理起來反而簡單 而且 程式也好記呀 打一下就好了 你也不需要說 還要import一堆東西 才能夠做後續的事情 所以 可能你工作上可以取捨一下 如果簡單的 你就用CSV 但是實在是有 比如多工作表需求 或者是說裡面有很多格式 你不能夠轉 或者是說像什麼 互相 對 韓式互相 連來連去 你要抓 全面的 你不能不見的話 那個部分就沒辦法 那就只能用 用那個 我們後面的方法 才能完成 這個方法是 比較簡單的 OK 試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 可以用CSV這個部分 當成是一個 一個解決方案 反正 你可能要有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案 去應付各式各樣不同的 客戶端的需求 所以你如果每一種 都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的話 那當然你就 基本上 不過 如果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啦 這個地方 不過台灣真的 台灣人真的很厲害 幾乎可以滿足所有客戶的需求 所以 產品樣式 實在是包了萬象 OK 請各位試一下 用那個CSV部分 看來